大家好 这里是如实说 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 说到富士康 大家会想到什么 流水线 制造业 苹果 还是场地场妹 十年前经历了十三连跳后 富士康在大众的想象里是血汗工厂 是一台会把人嚼碎吸血后 吐出渣子的无情绞肉机 十年后 富士康早已出现不一样的景象 当人们在不断争论 年轻人们是应该去跑外卖 还是进工厂时 富士康已缓缓合上大门 有人拿着大学文凭 最后只能进流水线 有人做了十多年普工 终于挣脱富士康后 又回到这里重新开始 有人通过拍工友的视频 当上了网红 但无论如何 富士康都是他们绕不过的命题 在富士康门口 永远有拎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排着上百米的长队 队伍的终点是富士康招工处 有些围城里的人 又试图利用短视频等出口 寻找流水线以外的可能性 这所容纳了数十万人的超级工厂 里外的人正互相张望 排队等入职的年轻人 常常也会疑问 富士康还是一个好去处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不少媒体去了一趟 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 和这些年轻人们 进行了一场对谈 其中有在富士康待了 十年的自媒体创作者 就真从2018年 就开始拍视频 讲流水线 富士康和龙华 在他的270多条视频里 播放量最高的一条300多万 因为颇具变十度的画面与台词 粉丝们甚至管他叫 富士康王家卫 近几年 拍摄短视频记录 富士康的工作生活 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中 搜索富士康 可以看到厂区里 准时上下班的人流 不断发布更新的招聘启示 还有厂区附近广场上的大舞 或者工友们下班后 自导自演的短剧 这些富士康流水线工作多年的人 他们会如何评价富士康 如今的富士康 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但最后我们发现 不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 镜头里的他们 都必须加紧踏上富士康这趟车 因为这里是一趟末班车 围城内外的人们 都将迎来风云变幻的命运 在龙华最常见的是一些大幅标语 上面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写着 无奋斗 不龙华 读起来格外激励人心 其次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彩票站 他们像寄生虫一样 依附在这座工厂上 营养来源 则是里面的每一位工人 过去十几年 龙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0年前 这一带都是厂房 龙华广场大的一眼看不到边 龙华汽车站人来人往 富士康外面的几条路 甚至没有装电灯 工人下夜班时 必须走在路中间 因为墙根的暗影里 随时可能藏着持刀的小混混 有段时间为了保护员工 公司甚至专门派了车 在门口接送 大概2015年之后 高楼拔地而起 玻璃幕墙将龙华广场层层包围 但市中心上班的白领搬了进来 龙华汽车站也不再有车次 人们改去不远处的深圳北站做成绩 但每天依然会有人留 拖着行李箱来到这里 走进楼上楼下的人才市场 寻一份临时工 所以临时工即临工的口头称谓 不同于暗日和数量计算的临时工 临时工通常是按小时计算 薪水也随着淡忘机波动 打工仔们则根据薪资 在不同的厂之间迁徙 不过 富士康的门口从来不缺人 原因很简单 这里的薪资是所有招人的厂里最高的 好几个岗位都开了29块钱一个小时 一个月下来算上加班 有7000-8000 而且富士康还包住宿 四人间一个月110块 还有食堂 15块左右就能买到两婚一宿 1000来块钱的生活成本 一个月不乱花钱能攒5000以上 但肉眼可见的 这样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了 这片占地3000亩的厂区里 无人车间正在迅速推广 流水线上的工人成批撤退 四散各地 就真用 围城里 那句话来形容富士康 像一座围城 困在里面的人想着逃出来 外面的人却挤破头想进去 就真租住的房子 在共和新村的九楼 楼顶是一个很宽阔的天台 可以将大半的龙华都尽收眼底 就真刚进场的时候 厂里的每栋建筑物二楼 都拉着一张网 为了防止有人跳楼 再砸到下面的行人 就是在那年 富士康发生了连环跳 但在他和工友们看来 富士康的生活并没有传言中那么恐怖 街道 食堂 流水线 还有绿化 共同呈现出一座被围起来的小型社会 只是在这里 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充分简化 上班 干活 下班 休息 12小时两班制 以苹果代工为例 在流水线上 一部小小的iPhone的生产步骤 被划分得无比精细 测试 贴膜 丝膜 组装 检查外观 包装 轮到各个工站的活不一样 唯一的共同点是无数次的重复 一些人最开始的工作内容是贴泡棉 也就是拿着小镊子 给每部手机的五个固定位置 贴五个小棉片 如果当天分到的任务是 一千多台手机 意味着 要重复一个动作五千多次 将这样的流程 在重复上百千次 形成稳定的肌肉记忆后 就意味着 你是一名合格的富士康工人了 最痛苦的还是夜班 根据工友们的经验 凌晨三点左右 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 有时候 为了避免困到误事 有人会主动站起来 去上的厕所 后来发现这个策略不可行 频繁的上厕所 就无法完成制定好的KPI 最难坚持的时候 眼前的螺丝钉都好像在旋转 但除了坚持别无他法 他们需要这份工作 过去在富士康 想要顺利生活下去 关系 学历 情商 必须得有一样 尤其是后者 对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 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 只能靠加班 而加班的机会和数量 都由现场来分配 现场是富士康 用人体系的分界线 县长级以上的等级 才有资格指挥他人干活 想要多加班 就必须学会跟领导搞好关系 但现在无论多努力 加班的机会 也越来越少了 对富士康 这种从事代工生产的 加工基地来说 订单数量直接决定了 工人的加班强度 苹果每次推出新的产品 富士康必会迎来 小小的招工和订单忘记 在那时 富士康一天能招工上万人 这样的盛景 近两年却不再出现 变化的原因部分来自外界 2021年 郑州富士康 获得iPhone13的大量订单 但因为芯片危机爆发 即使再忘记很多员工 也无班可加 这一现象 直到去年10月 芯片陆续到位后才缓解 新的迁徙也同时在发生 一些工人转移到 印度的富士康做工 因为在那里 他们可以凭借 在富士康多年练就的手艺 指导印度工人操作 每个月可以多出 近万元的圆外补贴 一直以来 充沛廉价的人力成本 托举富士康 一跃成为世界文明的代工厂 而如今富士康的地位 已经开始动摇 自从Tim Cook掌舵苹果 为了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 苹果开始实行 富士康加利逊的 双供应商策略 身后依靠苹果的代价 就是 一旦出现被取代的可能性 富士康几乎很难有还手之力 早在19年的某次公开采访中 郭台铭就放话 如果苹果公司需要的话 富士康会考虑撤出中国 富士康以前的招工标准非常低 有手就能干活 但如今某条流水线上 已经出现了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今年想要进入富士康 还需要完整走完线上比试 线下面时等环节 逐渐抬高的门槛 印证富士康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 这种强烈的末班车感 促使着一些人走进富士康 也让一些人努力试图挣脱富士康 离开的一些人会选择跑外卖 收入更高 比在场里待着更自由 但成为棋手本身 意味着要为效率和速度 承担一定的风险 有个从富士康离开后 去做外卖小哥的年轻人 高强度地奔波了几个月后 一次车祸让他右腿骨折 必须卧床休息的他 同时失去了棋手的工作 就真觉得 富士康就像刺激1995 一样 自己花了十年 才挖出了一条越狱通道 但有的时候 他又觉得自己像那个老头 总想着 有朝一日再回去 他说 富士康现在对我来说 就属于一个复活点 或许那个摔骨折的年轻人 也这么认为 只是离开后的富士康 想要再回来 可没那么轻松 比他们更年轻 学历更高的年轻人 等待着入场券 没什么优势的人 大概率会被淘汰 再到后来 这个年轻人 没能回去富士康 他重新找了个电子厂进场了 就真还记得 第一次进入富士康的时候 看着繁华的厂区 和匆匆走过的人们 他觉得 这里承载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在这里待了快十年 他终于明白 无论是制造业 还是富士康 他们的未来 永远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制造业天然会向劳动力成本 更为低廉的地方转移 印度和越南等地 都已经开始建设新的苹果代工厂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始终在上涨 据研究机构欧瑞集团的调研显示 自2005年之后 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 已经上涨了四倍 而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 明显低于中国大陆 无论是厂区还是工人 成为弃子 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那些离开了富士康的工友们 不是去跑外卖 就是进入了新的工厂 新的流水线 在过去 或许还有第三条路 躺平 从此成为三河大神 但如今的三河人才市场已经消失 巨幅招牌也已经被撤下 留居此地的三河 大神四散各地 曾经活跃的三河贴吧 也日渐沉寂 偶尔冒炮 感慨的也是三河难做 日捷工不好找 围城外谋生不易 围城内的末班车 却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走 前段时间 富士康提出了百万机器人计划 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人引进到流水线上 就能取代1.5到2个劳动力 一旦推广 意味着就会有大量的流水线普工 因此失业 近年来 引入4万个机器人流水作业的昆山厂区 陆续有6万人失去了这份工作 时代抛弃个体的时候 从来不会打声招呼 富士康也只是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工厂 正在向东南亚迁移 那些失业的工人们 难道真的全部去送外卖吗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